額外說明一下 如果大家對於證照有興趣的話 如果你想要變成你的專業技能的話 這一張我還滿推薦的 其他還有像什麼 它這邊還有這個Python的基礎語言 另外還有考AI的Machine Learning的部分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自己來找找看 其實像這個也是一個網頁 其實後面我們有一個範例題 就是請你幫我把這個認證科目 裡面的資料 變成Excel的一個表格 那它的欄位基本上就是123 有沒有發現 它的結構都是123 就三個欄位就對了 上面是它類別名稱 中間是它的證照的中文名稱 下面是英文名稱 所以有三個欄位 所以如果假設 請你幫我做一件事 就是把這個網頁裡面的所有資料取得 並且轉換成三個欄位的資料 OK 不是叫你說 你用以前都怎麼做 Ctrl C 是不是 還是全選 Ctrl C 然後Ctrl V 的話 你可能還要什麼 貼上之後還要學會以色列裡面的轉字 因為它的縱向要把它轉成橫向 可是問題這這麼多 怎麼做 對不對 所以如果假設你會爬蟲的話 那這件事情應該就簡單了 OK 可是喔 你要怎麼去抓裡面的資料 首先的話有一個問題 按滑鼠右鍵 檢查一下 好像上次跟各位講過 你可能慢慢習慣 要找到它的標籤名稱 有沒有發現 它小於符號後面就是它的標籤名稱 也就是說呢 你要知道說 你的資料在哪一個標籤名稱裡面 OK 然後它可能會有幾個比較重要的東西 第一個是它的標籤名稱 這個是HTML 小於符號後面一定會有的 叫TAG名稱 然後再來的話後面有個class有沒有 class的話就是它的類別名稱 但是有可能有有可能沒有 所以主要的話有這兩個訊息 其實我們就可以取得後面的資料 OK 所以喔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HTML資料 如何把網頁裡面的資料把它抓回來 那為什麼留到最後講 因為真的是最複雜 為什麼 因為裡面真的是有太多的東西 因為網頁背後的原始碼 基本上包含了三個要素 三個東西 第一個的話一定是HTML原始碼 那各位以前有學過網頁吧 可能不一定有學過HTML 但是以後可能至少你要知道背後有這些東西 按滑鼠右鍵檢查就可以看到了 第二個的話有所謂的CSS CSS就是它的樣式 它的外觀長什麼樣子 第三個就有個什麼叫JavaScript的程式 OK 主要是HTML 那待會的話請各位 先到那個我們雲端上面 打開那個0604 然後呢 待會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這個 我們會用到的一個模組 叫Beautiful Super 4 那這個Beautiful Super 4 其實主要的功能 就是幫我們解析什麼 解析原始碼裡面的標籤 因為如果說 你假設要取得標籤 背後的資料的話 如果沒有Beautiful這個東西的話 Beautiful Super 4這個東西 哇 那你會非常非常的麻煩 以前怎麼做 哇 以前我們是寫那個 尋找方 就是Find的方式 找到那個標籤 後面的資料 頭跟尾中間的資料把它取回 哇 自己寫真的是太累了 所以如果有Beautiful Super的話 它裡面主要的功能 就是幫你Find Find什麼 Find 所以你告訴他說 幫我找某個標籤名稱 它的特徵告訴他 然後他幫你找到之後 後面的內容 就幫你把它取回來 有點像是 取那個標籤有點像它的Key 然後你要找後面的Value 把Value抓回來 就是你要的東西了 那至於要怎麼做 當然有關那個HTML的相關基礎 這個坊間書籍很多 網站也蠻多的 所以這邊我有放一個連結 就是HTML基礎 你如果假設HTML不知道是什麼的話 請你自行閱讀一下吧 OK 那什麼叫HTML 其實就是這個名稱 然後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主要是 它的組合元素是 前面的話是一個標籤 叫Open 它的開頭標籤就是頭 尾巴是結束 所以多一個斜線 那裡面的話就是它的Content 所以我們主要是要抓到它裡面的Content 有沒有 然後呢 整個就是Element 就是整個元素 有沒有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要爬取的對象 OK 所以這個概念非常重要 所以哦 如果你 後面其實我有一個練習題啦 這個練習題就是請你幫我抓這個網頁裡面的這三個資料 然後幫我把它存成一個Excel的檔案 該怎麼做 OK 當然啦 工作裡面有蠻多這種的啦 如果你不會 變成你就土法鏈鋼 OK 有沒有 每天你就會土法鏈鋼 今天假設複製了 資料更新你就再來一次 每天就再來很多次 那不是很浪費時間 可是如果你把爬蟲寫完之後 程式去執行 結果就產生了 哎 當然快太多了吧 所以啊 比較適合就第一個資料量很龐大 不適用人工 第二個變動速度很快的 比如說你經常要更新的 如果一直在更新的話 那真的是 當然如果你沒有更新啦 好啦 累一次就算了 可是如果那個資料要經常更新 那其實我不建議你用人工 人工的話你今天做明天後 每天都要做不讓你浪費 但你以後程式寫完之後 這件事就不用做了 因為程式自己亂 亂完就OK啦 那應該就省掉很多麻煩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待會第一件事就是 先來做一些簡單練習啦 所以你HTML先了解 底下其實還有一些相關網站 因為我們時間沒有很多啦 所以我就是 挑一些重點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首先的話呢 基本的網頁 其實應該 大家應該知道吧 網頁基本上就是 開頭一定是 HTML 標籤 然後結束的話在這裡 所以這一整個就是一個網頁的頭跟尾 那理論上會有Head Head就是他的頭 這上面的東西 然後呢 他的body呢 實際上就是他網頁的內容 那如果第一個題目 請幫我做一件事 請你幫我把這個網頁 假設啦 我們已經把它抓回來了 然後呢 我希望取得裡面的HoloWord123的話 幫我print出來 我希望print出來的結果 就是HoloWord123 那應該怎麼做 OK 首先的話 第一個啦 我底下其實有一個範例1 那主要用的就是什麼 用的就是Beautiful Super裡面的一個方法 叫做Find All Find All的話 主要是針對什麼 針對標籤 所以如果我假設要找的標籤就是 你們發現 他們這三個放在哪裡 都放在P的這個標籤裡面 所以你就跟他講說 你幫我find一下 find那個P的標籤 他會回來的話 一定會是一個串列 這個串列裡面呢 會有三個東西 第0個啦 0就是HoloWord1 第1個的話 01 1的話就是HoloWord2 E之類推 有沒有 所以我只要把 這三個東西print出去 跑個回圈都OK了 所以呢 請各位待會 先稍微知道一下 然後呢 我底下有個解答 也許你們可以先試著把這一段吧 我先弄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段 就是在0604第三頁 我先開一個 那其實這一段就是說 有點模仿什麼 假設我已經把那個網頁 把它抓下來了 不然的話 現在直接用那個 一般的網頁 太複雜了 我先找一個比較簡單的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主要是用那個 BeautifulSoup 這個方法裡面 它有一個 就是HTML的一個 所以我把這個 上面這一段HTML 在這個字串有沒有 把它丟給它去做解析 所以後面有一個參數叫 HTMLParser 就是說幫我解析看看 所以我跟它講說 你幫我 這底下這個print 我如果說呢 它裡面主要有兩個主要方法 一個方法叫Find Find的話是Find第一次 所以 如果你用Find的話 理論上只會找第一個 所以它有三個 抱歉 只會找到第一個 所以如果你要找全部的話 記得改成叫Find底線O 它就會幫你把三個 全部抓回來 OK 那我先Find第一個好了 所以 SP就是BeautifulSoup 幫我Find什麼呢 FindP 幫我print出來 所以得到的結果會怎麼樣 得到的結果就會直接 因為第一個是什麼 HTMLP的1對不對 然後裡面的 .test 指的是裡面的content 指的是這個 HTMLP的1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把HTMLP抓出來的話 很簡單 就直接把它print 你會看到 有沒有發現 HoloWord1被print出來了 那你說老師 可是如果我要把HoloWord123 通通都把它找到的話 那怎麼辦 很簡單 你就把Find底線O 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的話 它回來的資料 就不會是單一個 所以.test裡面就不能加了 因為.test 它基本上就是回來是個串列 串列的話 裡面有三個 如果你點test它不知道你是哪一個的test 所以我先把它print FindAll 如果把它改成FindAll之後 print之後 那你會發現它得到的結果就是一個串列 有沒有發現 Ctrl 把它放大一下 它得到的結果有沒有看到 它就是會返還一個串列 那這個串列裡面 基本上就是放HoloWord123 而且是一個 這個什麼 element 就是裡面也有標籤也有內容 所以如果我要取得裡面的內容的話 就要變.test 那你說 老師如果我今天只要取得HoloWord2 好了 那我要怎麼做 其實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HoloWord2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後面加個中瓜糊 跟它講說我要第幾個 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編號多少 1 有沒有 然後後面的話 你就把它print 這個 有沒有 加個中瓜糊1 執行給各位看 有沒有看到 HoloWord2 有沒有 如果你只要HoloWord2裡面的東西的話 那你就加一個什麼 .test 執行一下 有沒有看到 OK 你說 老師那我要全部呢 很簡單嘛 你就是print的話 有沒有 當然你比較笨的方法 有沒有 就是print三次 有沒有 print一次 然後這邊分別改成什麼 改成012 OK 那這樣不就是HoloWord123 對不對 可是這樣做 這樣做其實 當然沒有很聰明 不過其實 應該把它改成一個4回線就好了 有沒有 4i in range 然後0 豆點應該是012 然後把它print了 不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網頁 的一個sample 當然未來會比較複雜 未來這個東西就要從那個 人家的網頁整個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呢 那個網頁一定非常複雜 像我目前這個才幾頁啊 大概才11行 可是像你看這個網頁好了 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你會發現它這個總有幾行 哇 1780 這1790行 OK 所以我們先用個簡單的 有點小 那請各位試一下 先利用那個0 0604 第四頁 這邊底下 第三頁啦 第三頁這一段 OK 解答冒號這邊開始 到這裡 然後試試看 如果我要Hallowboard2好了 或者Hallowboard123全部 那該怎麼做 試試看 那另外的話 這個地方 可能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假設 你執行的時候發現什麼 它有個no module name的什麼什麼東西的話 那一樣啦 你就安裝就對了 安裝的步驟 我又把它放在上方這裡 所以你記得吧 就是打開那個什麼 你的python384 然後上面點一下cmd 如果假設了 你那個 有錯誤的話 你就到python384上面打個cmd 然後就把這一個 這一行有沒有 python1-m 然後pip install beautiful sub4 把它Ctrl-C 然後直接把它Ctrl-V貼上 Enter 它就幫你裝好了 OK 一樣啦 以後 反正如果這個 這個模組 它沒有浴室安裝的話 那你就把它裝起來 這樣就OK了 有點像外掛啦 反正沒有 你就把它掛上去就OK了 試一下 那當然啦 其實HTML要搞懂 那它花很多時間 沒有那麼多時間的話 沒關係 你先抓要鈴 最重要就是記得 那個小於符號後面那個標籤名稱 那如果我要取得是標籤裡面的資料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用那個 Beautiful Sub4裡面的兩個方法 其實最重要是那個 Find all 那Find all的話呢 它回來的東西一定是串列 所以如果你 一樣 你會發現 對 我為什麼一直強調串列 因為真的 你不會串列 在拍照裡面真的就是行不通的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要取得第二個的話 那你就中瓜弧1 OK 裡面的資料就點Test 它就把資料幫你把它取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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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